拜登政府周二通知最高法院 他将不再捍卫绿卡公共负担政策 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出台公共负担新规 这项规定赋予了官员更大的权力 可以拒绝政府认为依赖 或者可能依赖粮食券及住房券等公共福利的移民申请永久居留 面临一系列诉讼的下级法院 对修改后的规则是否违反联邦法律存在分歧 但最终阻止了该新规的执行 特朗普政府随后提出了上诉 最高法院于2月下旬同意审理这一案件 但是在周二 司法部通知最高法院 拜登政府同意提起诉讼的地方政府的意见 认为最高法院应驳回特朗普政府的上诉 总统拜登曾表示 他打算在2月份修改公共负担政策 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命令联邦机构审查特朗普政府的规则 过去公共负担主要是基于对移民是否会依赖现金福利的评估 但是特朗普政府提议扩大公共负担的定义 是非现金福利也被包含其中 例如医疗补助及白卡 粮食券和联邦住房援助 以三年为期 任何申领这些福利超过12个月的人 都将被纳入公共负担的定义之中 长期以来 联邦政府一直有权拒绝接纳 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移民 但该术语从未被正式定义过 特朗普的政策填补了这一空白 增加了非现金福利 以及年龄 财务资源 就业和教育背景 健康状况等因素 特朗普政府称 扩大定义将加强达成自己自足和个人责任的理想状态 确保移民能够支持自己的生活 并在美国取得成功